大家好,我是小佐,今天是12月12号星期五,今天我们继续跟进大盘和热门的股票 欢迎您为本视频点赞,也欢迎您为本频道赞助,赞助方式就是成为A会员 也欢迎您去本频道的社区去找到利哥哥涨涨涨的最新一期节目 好,我们先看一下今天市场的表现,那么今天的大盘表现还可以,我们直接看国质期货 标普白指数期货,今天在日线级别强势上涨0.97%,那么全天收出一个非常漂亮的阳线 也是在日线级别给出强劲的止跌,空头并没有强势的砸盘,砸不下去,所以看涨 那么今天我们在盘前日线级别,四小时级别也是需要在底部尝试建仓多 虽然盘中的过程中有上下的反复震荡,但最终还是收出了非常漂亮的阳线 那么可以在日线级别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阳线 我个人今天盘前也是这么预期的 尽管在震荡过程中也有所自我怀疑,但是它始终没能跌破 我们下方这个低点,好,那斯达克指数今天上涨,这个国质期货上涨1.08% 可以看到它也是在日线级别形成一个非常漂亮的阳线 好,四小时级别呢,再次回拉到这叫四小时级别的20周期均线上 虽然也是以上下反复震荡,最后还是收出阳线 但上方仍旧有阻力,所以它对于标普来说呢 要面临更多的阻力,对吧,标普会顺畅一点 它呢,在上行的过程中应该还会给出一些震荡 罗斯2000指数的期货呢,今天下跌0.37% 表明在20日的均线下附近可能就有一些阻力 但是可以看到全天呢,还是一个上下震荡的十字星线 虽然有点偏移哈,但是这个表明啊,在这个水平啊,在这个双重底附近还是有一定的支撑的哈 表面啊,多头呢,也愿意在此附近啊,有 抄底啊,愿意找底 好,我们再看一下四小时级别啊,是不是啊,这个 他呢,想要在这个位置啊,止跌呢,需要 更多的阳线啊,所以多头呢,也不要特别的着急 可以在近几根K线上方,挂一个向上的突破单做多 好,这是四小时级别 道琼斯指数啊,今天啊,这个期货呢,事实上呢,0.64% 也是收收非常漂亮的阳线 那么前几日呢,也是拒绝下跌啊 只是稍稍啊,横排整理一下啊,就拒绝下跌了 他也是强势的向拉到20日均线之上的 那么在四小时级别呢 嗯,稍市回踩四小时级别 20周期级别之后啊,就继续啊,上拉 那他上方的空间呢,也是不小啊,也是不小 好,今天大盘的表现除罗素啊,在回踩技术位之外 那其他的已经基本啊,完成一个回踩确认 后续呢,应该继续上拉哈 所以多头应该是感到高兴的哈 好,我们看一下今天市场的其他方面 那么今天上涨的股票数量是略多于下跌的股票数量 数量数字呢,上涨是5918只 下跌是5883只啊,略多于哈 啊,基本持平啊,在各股方面 那么领长的 行业板块呢,有这个油气钻井 在线教育啊,远程办公和数字音乐啊 那么啊,在远程办公方面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啊 我们看一看思科 我们把左侧关掉啊,右侧打开 思科这个桶呢,实际上是完成了一个高位横盘之后的一个向上突破啊 那么在突破的过程中呢,呃,经历了较长时间的一个洗盘 在最高点附近,目前仍旧有一些啊,抛压啊 后续有没有可能上去啊,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那么近期的一个多头的波段呢,也是相对陡峭一些啊 表明多头不愿意猛烈的下砸啊 而是持续的向上拉升啊,向上突破 最后续呢,有望继续突破历史高点 形成一波新的行情 好,这个图呢,啊,之前呢,最好是跟着他啊 原来啊,我们今天呢,就是他在领长行业板块里 所以就要看一下啊,这个图呢,有望继续上涨 好,下一个,微软 微软也是我们经常在跟进的一个图 那他呢,啊,在给出一个稍稍的回车之后呢 近两日再次回落啊,表明他有意图啊,再次上行 或者是 在高位震荡洗盘啊 但鉴于当前大盘表现还OK啊 所以他呢,有望继续上行啊 有望继续上行 好,这些龙头股啊,就是 就是非常强啊,非常强 怎么说呢,跌不动 谷歌呢 哎呀,谷歌也是哈 谷歌呢,是经过了这个洗盘之后呢 在啊,全身附近啊,强势指地啊 长拉,那么现在呢,也是一个相对啊 建仓布局的一个点位啊 继续看涨 好,我们看一下今天的龙头股 啊,刚才说过的就不说了啊 我们看一下苹果 嗯,苹果今天修出一张啊 修出一根非常漂亮的阳下啊 表明多头仍旧强劲 那么止损可以调高到一百七啊 一百七或者一百六十五 嗯,啊,后续呢,继续看涨 继续看涨,非常的强势啊 非常的强势 好 特斯拉,特斯拉今天呢 是啊,稍市的横盘啊 在长线趋势线附近 还是有所止跌 那么多头呢 啊,也可以等待回来到 20周期级线之上的时候 再加仓 避免他进一步下低哈 那么下方的止损 大概是在九百五一代啊 九百五十一代 现在呢 MCD还是没能完全形成金叉的感觉啊 所以多头呢 仍旧需要努力形成强势的阳线啊 那多头如果怕错过的话 还是要等 其实没没关系啊 上方都可以刮突破的 等他回来到20周期级线之上的时候啊 再见也是不晚啊 嗯 我个人啊,倾向于 在回来到20周期级线之上的时候 在看涨 那么现在呢 仍旧是在洗盘的范围内啊 啊 洗盘的范围内 好 好 我们看一下其他的啊 英伟达 英伟达啊 今天是有点收音啊 有点收音啊 表明在高位洗盘的动作将啊 持续将继续啊 洗盘的动作将继续 好 这个就简单的定性就可以了 嗯 微软刚才看过亚马逊呢 嗯 亚马逊也是在高位啊 不断的无序震荡哈 对他来说 嗯 没涨 也没丢到好 还在这里无序震荡哈 所以这个图呢 继续看一下就可以了 AMD呢 看一下AMD AMD呢 是在高位啊 洗盘 还在高位洗盘 好吧 没有完全止跌呢 没有完全止跌 再看一看 嗯 好 今天啊 龙头股呢 表现都重归重矩啊 没有什么大跌或者是大涨 除了苹果之外啊 苹果最近也是相当的强 相当的强啊 可能和他造车啊 这个事啊 推进有关系啊 嗯 不管怎么说吧 在技术位上我们一直 就是 近期啊 哪怕是纳萨克 大盘在洗盘等等方面 啊 他都是在高位悬浮哈 所以没有跌下来 表面他非常强势啊 后续呢 也是一直在看涨 好 我们看一些重要的股票 嗯 好 我们打开啊 我们先看一下abt abt这个图呢 我们之前啊 跟进过几次 也是网友提的啊 那么啊 上一波啊 在这止盈 然后啊 回落啊 止跌进场 做多 那么现在呢 是新的一轮的震荡上行 他也是非常强势的在上拉 因此呢 多头应该再跟进一个新的多头去世 就OK了 继续看涨 他涨到哪里呢 啊 他呢 也是刚刚突破了历史高点啊 所以不要去猜顶 好吗 好 这个是非常强势的一只股票啊 abt 非常强势 adbe呢 adbe啊 近期呢 也是给出强劲的回落啊 我本以为他会再往下 再往下在这震一震啊 没想到 多头急不可耐啊 那这样的话 应该继续看涨啊 在这个附近啊 都可以布局做多 说啊 错过这缺口 这缺口本来就不是 不是不是普通散户能拿得到的 对吧 他直接就开上去了 所以你怎么办 那现在呢 多头应该尝试做多啊 尝试做多 啊 那么长线趋势呢 应该继续看涨 现在啊 是维持看涨的思路 把这个线就可以删掉了 嗯 他这一线 有时候啊 会给你一个非常浅的回撤啊 但我觉得这回撤也不浅啊 跌了一百块 百分之十几的回撤 那上次呢 就跌了很多啊 这个是多少 五百五十九 这是六百 这一百二 对吧 一百二十回撤 百分之二十的回撤的 嗯 对啊 这个图呢 可以慢慢布局做多 也属于啊 布局的点名啊 超级的 图 嗯 那么ati呢 这个图呢 也是近期啊 我跟进过啊 一两次 那这个图呢 他走出了一个啊 明确的一个下跌通道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下跌通道呢 近期应该关注 他能不能啊 逆转 我看游戏啊 有点这意思 我们看一下水平支撑方向 是不是遇到一个重要的支撑区呢 我们把一个比较明显的支撑区画出来 这个位置 嗯 还有一点空间啊 嘴多头可以再看一下 这位置呢 啊 差不多啊 差不多 那么多头呢 应该等待啊 他向上突破这个下跌通道啊 下跌趋势之后啊 回落 再止止跌 再进 这个图呢 稍微还有一点点空间啊 可以下跌 还有一点啊 好 他也是走出了非常明确的一个强势的下跌的一个通道啊 嗯 上次啊 在这里有想逆转的一个思路啊 但是又被无情的砸了一条下跌腿 那么这次如果再上去的话 我觉得成功的概率就更高一点啊 多头啊 可以关注这个图 嗯 如果你已经进场的话 止损放在13块8 13块8 也就是近期小低点之下一点点 好啊 这个图 好 我们看一下 AXP 啊 美国运通呢 啊 近期也是在高位无需震荡啊 那么现在呢 回拉到20周期期线之上啊 看看能不能在上方止跌 不能的话 要看一看能不能再回落到这个长线的蓝线趋势线之下啊 之上 止跌啊 就OK了啊 这个附近啊 就是尝试建仓位 好 是哈 只有0.15% 表明多头相当强劲啊 每一次遇到阻力区 他回撤的一个意愿非常的低 那因此呢 他仍旧是布局的点位 对啊 现在是超级布局的点位 对他来说呢 他此轮回撤也是相当深啊 从200到140啊 60块钱 30%的回撤 标准啊 非常标准的回撤 那么后续呢 在这个附近啊 都是布局的点位 都是超级的点位 好 今天 那么福特汽车今天又疯涨了 啊 这个图呢 我们啊 修正过一次啊 说啊 他迟迟不肯下跌 只是给了个横盘洗盘 那么今天又再次突破 创出新的历史高点 那现在呢 应该继续看涨吗 我觉得是应该的 他的市值目前只有800多亿啊 相对于特斯拉来说啊 非常的远啊 所以我觉得他涨的空间还是有的 他多多可以进场吗 可以 但是你的止损呢 可以放在19块5 给他两块钱的空间 10%的一个空间 好吧 说他回撤怎么办 哎 那你就先啊 带好止损就可以了 好吧 我觉得现在他没有意图去下跌呀 看到吗 强势的阳键上拉呢 突破 如果简单看这个图的话 就是横盘 起盘之后 向上突破 然后给回踩 再上 是吧 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突破的突破单 突破 说万一假突破呢 那你就带好止损 倾向于是真突破吧 这么高 然后突破上去 我倾向于觉得是真突破啊 不过啊 还是要带好止损 今天另外一辆汽车 传统汽车通用汽车也是啊 在我们的军事线附近直跌上拉 那么后期我觉得有望突破历史高点 创造新的高点 它的市值只有900亿啊 所以通用汽车和福德汽车啊 有可能成为 不断上涨的两只股票啊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 非常强势啊 非常强势 好 我们看一下 我看一下谁呢 可口可乐 可口可乐 今天我们盘前提了啊 可以尝试做多的啊 那这个图呢 有望突破历史高点 创出新的高点 这个图啊 非常的稳 可以继续买 Lucy的今天是不是要止跌呢 有这个意图啊 有这个意图 今天收出了一根啊 小的十字星星啊 表明空头的力量在衰竭 而且全天啊 收涨3% 后续呢 有望啊 在此处附近啊 止跌 但是呢 多头也可以慢慢的去 不要去急啊 慢慢的来 但有时候啊 这些这些这些知名股票 就搜一下 这个你拉上去啊 有时候怕错过 所以一点一点的去啊 慢慢的买 不要急啊 不要一下子中脏 另外呢 从技术上呢 确实完全下跌 还没有完全结束啊 所以 这个下跌趋势 是完全没有 没有在视觉上给出逆转啊 所以大家 也可以在右侧进场 都可以啊 好 这是也是啊 超超底健康的那类啊 图啊 但是啊 不要急 ma今天啊 盘后啊 有所下跌啊 应该是回拉到20周期线之上 给出的一个回踩 好 后续回踩 应该在这个附近止滴啊 才是安全的啊 好 这个图啊 我觉得应该看涨啊 就是说啊 整体宏观上应该看涨啊 但是呢 要给出一些短期的回落啊 好 我们看一下拼多多啊 近期的中概股呢 我们之前虽然在高位啊 不叫高位啊 在长线趋势线附近啊 啊 想要去抄底啊 但是我们的止损呢 被无情的打掉了哈 我们的止损就是蓝线趋势线附近 那么近期有没有可能是真的底呢 有可能啊 有可能 一般情况下呢 在第一次啊 又或又多之后呢 再砸一个深的下跌腿啊 就有可能止跌啊 那么在通道线上啊 也是砸到这个位置 那么我希望他在这里再次给出一次横盘 行吧 在当前位置再给一次横盘就OK了 所以中概股为什么会这样 我也我也不清楚啊 反正他就是很疯狂啊 他不喜欢不要做 不喜欢的话就不要做 好 我们跟进一下Roku Roku近期呢 突破回踩 那么止跌是右侧交易者的进场点位 好吧 那么近期我们说啊 要慢慢的去布局 就是防止他在这里稍微啊 横盘起盘 对吧 好 这个也属于抄底类的 你近期应该慢慢的去布局的 不要急于一次性买很多 避免这上下震荡 是吧 好 星马克我们看一下 这个图呢 近期完成了对下跌趋势的一个向上突破啊 可以尝试做多了 可以尝试做多 好吧 好 那么他呢 有可能再次在这里横盘一下啊 注意你的止损呢 应该放在107亿代 给他10块钱的止损空间 好 我们看一下啊 特斯拉刚才看过了啊 Tulo TWLO 这个图啊 网友啊 问来着啊 我盘前忘了说了啊 这个图呢 好在还没有涨啊 所以我们再说一下 他呢 给出一个下跌的空间 下跌的一个啊 震荡 震荡行情啊 偏空啊 偏空 那么现在能看多吗 还不能啊 还不能 现在呢 还有点偏空啊 还被20周期间所压制 不要急 我们看一下周线 不要急啊 不要急 那么他呢 拖上去再回踩 在止跌的时候再进 会更安全 但是呢 点分会偏高 那现在可以进吗 我觉得不是 不是太好啊 不是太好 这个图 感觉有点 非常 我们再画一画 你比如说这么一画啊 还是还是 还是被压制 你至少把这一根 下跌趋势线 逆转一下 是吧 大的趋势线 逆转是另外一回事啊 就上方 这个大的趋势线 你把这个趋势线 先逆转上去 我们看一看 好吧 否则呢 他有继续下行的 一个可能性 那么在水平支撑区方面呢 你可以看到啊 他刚把这个下跌 刚把这个水平支撑啊 向下砸透 然后回踩 然后再往下走 是吧 是不是啊 所以空头啊 力量相对较强一些 不要急 你画一个近期的下跌趋势线 先把这个过逆转一下 好吧 现在还没有 好啊 那这是tulo 今天我们再说一个消费股 温尔玛 可以超级吗 可啊 我觉得可 看他这个图 像不像近期大型的一个双 大型的一个洗盘 是一个双重底 这里是吧 我们画一个啊 这个底 其实也是一个重要的支撑区了 看到吧 上次呢 我们做的这个通道 那如果跟着的话 应该是按照趋势 趋势的思路去处理的啊 趋势的思路去处理 对吧 然后啊 这波呢 应该是他 像这种啊 优质的公司呢 他下跌的概率呢 都比较低哈 深度洗盘的概率会偏低啊 你看那个迪士尼 不也就是仅仅洗盘了30%左右吗 所以这个图呢 他如果拒绝下跌的话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超底位 那止损可以放在130啊 也是给10块钱 注意10块钱对他来说 也就67%的一个止跌啊 啊 止损是吧 那67% 好 这个通胀抄底 好 那么今天呢 还是有很多优质赌票 不管是啊 创新高啊 突破的点位的 还是啊 底部的止跌的点位 还是呢 我们之前说抄底 要慢慢布局的一些啊 在底部震荡的都是啊 好的机会 都是好的机会 只要不贪婪 只要一点一点的去布局 我觉得风险都会很小哈 风险都会很小 为什么 因为今年的洗盘 洗了一年了 有些股票 如果风险再高的话 那没得玩啊 有些股票 那么那些创新高的股票 我觉得也是OK的哈 市场啊 就在两个极端范围内啊 每一个 每一种啊 都应该少量布局啊 不要重仓 好 我们啊 今天啊 节目就像这样 也欢迎大家去立歌涨涨涨 看最新的节目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